好的,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谈Time Series OK,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Regression Model 我们把它叫做固定趋势模型Deterministic Chain Model OK,它说的事情是什么? 它说就是我们拿我们的感兴趣的变数 对Deterministic Chain做一个Regression OK,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定义大T是我们资料的奇数 我们的大T是124 因为我们有从1983年的第一 我们回头一起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有从1983年的第四季一直到2014年第三季 总共124个季的观察值的台湾的Real GDP跟Exchange Rate 我们先回到2 所以我们定义Time是1到大T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ime会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从1到124的Vector 然后我们拿我们的取过Log的Real GDP对Time做Linear Regression 这就是我们估计出来的模型 好,所以我们有两个系数 Intercept跟Time的Slope Intercept是1.361乘以10 也就是3.61 然后趋势的系数是1.37乘以0.01 我们可以把图画出来 OK,我们是这样画的 首先我们用Predict 这个数字来预测说 在给定我们的Time之后 它的我们的预测出来的线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用 我们在前面用Plot画出Real GDP之后 Log Real GDP之后 然后我们加上第二条线 第二条线的X轴同样是时间 Y轴是我们的预测值 也就是这里 讲了半天 我们画一下给大家看 好 黑色这条比较粗的线 是我们用Plot画出来的 橫轴是Time 纵轴是 Log Real GDP OK,所以我们的画法就是 PlotTime Log Real GDP 打TS 底下这里有一些参数 Type是L 意思是我画一条线 Man 是它标题 Log Real GDP Y 是我用两个点代表 我不要它显示Y的 Y轴的名称 我让它空白 LWD 3 我的线的粗度是3 Lance 的意思是说 我在这张图再加第二条线 第二条线 橫轴一样是Time 纵轴是Predict Model E 我用我们刚故技中的Model E Predict 预测说 当Y 当我的Time等于多少的时候 我的Log Real GDP 应该怎么样子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结果 黑色是台湾Log Real GDP 这条浅的是有一条直线 它好像Feed的还不错 但是没有真的很好 像在这里 我们的直线高估了Real GDP 在这里也高估了 在这边低估了 所以它Feed的不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但是 还OK 我们在底下 如果我们有一条Linear Regression的话 那我们底下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在制造图上再加一条线 就是 我前面一样画出 画出这条黑色的线之后 我说 我用ABLine这个指令 括号model1 它就会帮我画出 我用model1代表那条Linear Regression的线 我们可以一起来画一次 你看它画出来一模一样的线 好的 我们这边说明了 我们怎么在 Linear Regression Model中 对 Determined Trend 做Regression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跟 我们对其他 过去我们谈到所有变数 做Regression 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也可以不要只放 Determined Trend 我们可以放别的变数 比如说 我们再向 我们往前一点 我们来定义 Time2 是Determined Trend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Time是 我们可以看这里 Time是 1,2,3,4,5,6,7,8,9 Time2是 Time2 1,4,9,16,2,5,3,6 然后 我去Feed一个 像这样的model 然后我同样用 TimePredict把它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 我们先看我们的估计的结果 时间趋势的系数是 2.21 乘以10的负二次方 OK Time2的 系数是 负的6.7 乘以10的负五次方 所以 Time2的系数是负的 所以我们估计出来的线 会是一条 曲线 稍微往下弯 但是你看 它可以跟我们黑色的线 Feed得非常好 我们前面说了 如果我们有个Linear Regression的话 我们可以用AB Line 这个指令 在这里 在我的第68行 把它画在这边 但是当我有两个以上的系数的时候 其实这两个系数 都是Time的函数 我是不能这样做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用AB Line 画这条线的话 它画出来会是这个样子 你看 它画出来的线完全偏调了 为什么 当我用AB Line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说 我只考虑AB Line是一条直线 为什么这个指令叫做AB Line 它的意思是说 我考虑一条直线是 Y等于A加上B乘X 它的意思就是 我要画就是一条直线 它有 第二 它有除了 Time之外 别的变数 不管那个变数是 Time的平方或什么 它不管 反正它不会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们有两个以上的变数 你不能用AB Line 来画这条线 会画出一条很粗的线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在第70行 做这条Linear Regression的时候 我们是在前面先定义了 Time2是Time的平方 我们把Time2加进去 大家可能会有好奇说 如果我在做这个回归的时候 我直接在这里加上 Time的平方的话 我会跑出什么结果 我可以跑给大家看 它跑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你看在它的结果里面 它只放了Intercept Time 它没有放Time2 在R的语言里面 它也不容许你直接用Time2 它也不容许你在LM Model里面 再加上别的运算的 然后加上别的运算的话 你要用一个I 把它wrap起来 把它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跑出来 你看我们跑出来的 一模一样的系数 再说一次 LM不容许你在Model里面放上 像Time2 里面这样子的运算 如果你要在里面放运算的话 你要用I把它包起来 另外一个我们要介绍的Model 我们把它叫做AR Model AR是Auto-Regressive的 鎖写 它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 我在等号左边放上了YT 我在等号右边要放上一个 当然我会放上一个截距像 放上 气数乘上Y的T-E Y的一个Leg 加上Error 像这样子的Model 我把它叫做一个AR1 Model 就是一个自我回归模型 一个一阶的自我回归模型 然后我也可以考虑像这样子的Model 如果我在等号右边放的不只是一个Leg 我放了两个Leg Beta2乘上YT-2 像这样子的Model 像这样的Model 我可以把它叫做AR2 Model 好 这AR要估计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要先载入一个package 叫做DYNLN 就是Dynamic Linear Model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 你的AR还没有安装这个package的话 请你在执行这一行 Install.package 引号DYNLN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直接把它贴在Console执行 我已经安装了这个package 所以我就不需要执行这一行 但是我要Library 我要叫出这个package 然后我要估计的时候 我要做的是我的Formula 左边放上我感兴趣的 系数 右边放上L 这个系数 1 代表说我要考虑Leg1 这是我估计出来的结果 Intercept是0.15 Leg1的系数是0.99 非常非常接近1 然后我也可以放两个Leg 两个Leg是 你看我在等号右边放 在这个曲线右边放这样 Leg1跟Leg2 这是我的model 它就会这样 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去做这样的方法 当然就是我直接把系数用LM来写 然后直接把我要回归的 等号左边跟等号右边的东西放上去 但是同学们可以想象 当我做这样子回归的时候 我观察到T个样本 但是我左边要放YT 右边要放YT-1 YT-2 所以 我们到黑板来很快的看一下 我先把我刚写的东西擦掉 如果我们要再考虑一个AR model的话 你的model 假设我们就考虑AR1model就好 YT等于Beta0加上Beta1乘以 YT-1加上Error 我观察到是YT-1 好 如果我在等号左边放上是YT-1 或放上Y1Y2 以及放到YT的话 我要等号右边 对上YT-1 对上YT-1 对上YT-2 对上Y2 对上Y1呢 我就没有东西可以放了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我在我的等号左边放的是 从Y2到YT 我在等号右边放的Y1到YT-1 你们了解吗 所以 虽然我有T个观察值 我在估计AR1model的时候 我持续用到的观察值是T-1个 我在估计AR2的时候 所以我的用到是T-2个 我们现在回到R 所以这是我这一行的意思 我这一行告诉大家说 你要做这个Leg1 Leg2的AR2model的话 你也可以说 我还等号左边放上了 Y3Y4 一直到YT 等号右边放上Y2Y3 一直到YT-1 以及Y1Y2 一直到YT-2 它跑出来结果会是一样的 同学们看一下 这是我用 DYNLM的package 跑出来的数字 0.16 0.93 0.05 我用这个LM跑出来的话 跑出来结果 同学们看到 也是一样的 OK 这个model 我们把它叫做 一阶自我回归模型 它其实没有什么 太特别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在等号 等号左边放上 Y3Y4一直到YT 然后左边放上Y2Y3一直到YT-1 以及Y1Y一直到YT-2 然后做一个Linear regression 那边放上Y3Y4 那边放上Y3Y4 那边放上Y3Y4